台东市年度中央活动 马卡巴亥艺术节 今年来到了第25周年 今年活动主题 汇聚原住民文化的传统跟现代元素 推出传统歌舞演绎 百年文化内涵 部落好时在 乐舞大赛 及公主勇士选拔等活动 藉由传统文化及音乐的展演 串联在地元民文化产业 给青年原住民展现自我的舞台 同时推展部落特色体验 使民众能贴近元民文化 并形塑台东市 就是原住民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更多人认识 并且爱上原住民文化 也促进社区融合跟文化交流 首先我要先感谢我们的颜民会 跟我们的台东县政府 这一次非常大力的支持 我们来办这个 赛之任马卡白爱活动 赛之任马卡白爱活动 以往的活动都是 针对阿美组一个族群 来做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从去年就开始 台东市有四个族群 有我们的阿美组 北南组 卢凯族 排湾族 有四个族群 那我们这次是针对我们的四个族群 来联合来做这个赛之任马卡白爱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我们的卡司 非常的坚强 阵容非常的庞大 那我们的摊商 我们有原住民传统的摊商 也有原住民的风味餐 那最主要是我们也有原住民的手作体验 我们会请的老师 来这边教大家做一个原住民的手作 比如说麻绳的制作 还有那个带子的制作 完全是由原住民的手工艺来做成 让我们今年的好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这些马卡白爱活动 我们同时也为了我们台东的经济着想 因为今年来的游览客观光客 并没有那么多进到台东市来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来办这个大型活动 可以让更多的观光客来到我们台东 认识我们台东之外 也能够为我们台工能够来拼经济 马卡白爱艺术节连续两天就有精彩的演出 除了歌手郭靖跟梁文英到场表演之外 还有来自台东在地的优秀乐团 比如说Headout 楚音文化艺术团等艺术团体 他们以独特的音乐和特殊的舞蹈表演 呈现原住民文化的特殊魅力 台南市工所连续两天举办马卡白爱艺术节 现场温馨有趣 民众开心的说 台湾的原生文化就是原住民文化 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这样的台湾原住民文化 他明明想再来体验台湾原住民的文化魅力 以上新闻由正声电台记者陈旭冠的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声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